兰仓江流域滋养着云南的大片土地 也包括了云南省兰仓拉护族自治县的东竹村 今年3月由西南林业大学承担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专家技能实训班 主产业班的第二期培训 在这里正式开班 当地20名村民参加了此次培训 要把这个族类资源通过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科技 让这个族类资源得到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 那么让这个主产区的群众能够以族致富 参与到此次培训授课的教授辉朝茂 是西南林业大学竹腾科学研究院的首席教授 他将带领村民们一起 在这里建立一个云南省田龙竹产业乡村振兴示范园 从这个地方50公分左右我们轻轻的 也不要太深 稍微捞开一点就可以了 也不要太深 田龙竹们因为它竹损是世界上品质一流的 那么在这个产业 推动这个产业发展当中 它具有巨大的潜力 云南被誉为世界竹类的故乡 而灰朝茂在和竹子打交道的38年中 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 也出版了许多的专注 2021年 他因竹资源高效培育关键技术项目 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从心里面来说感到一种无上的一种骄傲 因为它这个是对我们长期以来 这个艰苦的工作 这个巨大的努力的这个一种肯定 对我们的研究成果的一种肯定 和竹子打交道就离不开艰苦的野外考察工作 1986年正在上研究生的灰朝茂 守恩师薛继如委托 持生一人前往南滚河国家自然保护区 调查和采集珍稀竹种 梨藤竹花果标本 而这一次经历令灰朝茂终身难忘 我们有两根竹子打成一个小桥的地方 我们刚刚过去的时候 洪水就来了 然后前面的人我们就赶快冲过去了 后面跑回去了 但是我后面刚好在桥上一个小伙子 就被泥水里就冲走了 如今年近六旬 灰朝茂将精力转向乡村 希望将这38年的研究成果 转换为村民们的致富经 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他曾经写下的一首诗句 学非报国网为辱 竹不复明修成业 最终是要看到农户 看到老百姓通过这个种植竹笋 通过这个竹笋产业的发展 他增加收入了 他手上的钱多了 然后他生活富裕了 农民脸上有了笑脸了 那我们心情是 那可以说是一种 我就说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实现 这个团队发展 尽快能枪任